远方的家一带一路 走访孟加拉国最大的海港城市 吉大港 领略这里与首都达卡 不一样的城市风貌 吉大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城市 因为有山有水 在吉大港民族博物馆 了解古老的孟加拉历史 巴基层有一个地名叫加菲利斯坦 加菲利斯坦的意思就是无信教 一位漂泊海外五十多年的华人 有怎样惊心动魄的人生王室 他一个万人来了 一两万都是帮我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第96集 孟加拉国海滨的故事 正在播出 结束在南部城市 库克斯巴扎尔的拍摄 设置组驱车向北 前往大约150公里外的吉大港 开始在孟加拉国最后一站的行程 吉大港位于孟加拉湾的东北部 港区地处卡纳普里河岸边 距离入海口大约15公里 海轮可以沿河而上停靠码头 是孟加拉国重要的天然两港 吉大港市人口大约400万 站在高处望去 城市中的绿色比首都达卡更多 我们设计组现在是来到了吉大港 吉大港是孟加拉国的第二大城市 同时它也是一个海港城市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能看到很多新鲜的海产品 待会毛老师会带我到一个农贸市场里面去看一看 那毛老师 我觉得咱们一路来到了吉大港 我觉得这边的交通状况要比达卡好很多 吉大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城市 因为有山有水都有 对对对 这边能看到一些小丘陵 虽然起伏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整个城市看起来是有层次了 那待会您要带我去的农贸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是帮富人来这边买东西 买东西比较多 对 这各种都有 各种各样 海鲜 海鲜都有 海鲜比较多 海鲜比较多 您带我去看看 好吗 走 我们的巷岛毛大海曾在吉大港上学 对这里很熟悉 这家名叫阿波罗的市场 因为主要面向收入较高的人群 货品种类比较齐全 一进市场 旁边的柜台上是马放整齐的蔬菜 在这个台上其实绿叶菜还挺多的 对对对 但是 这边还有很多各种 后面好多啊这个 但是我觉得我们来的这一天 好像大部分吃的都是牛肉啊 羊肉啊 鸡肉 并没有吃太多的蔬菜 对啊 可是这个做法 文加拉做法和中国做法不太一样 文加拉人特别爱放咖喱 是 中国人可能不太习惯这样子 所以可是我也可以做一些菜 那个叫做中盟有一盒子菜 中盟有一盒子菜 我觉得在这边 像我在平时来的这几天吃饭的时候 那大多的这个绿叶菜 可能都被咖喱的那个黄叶色给盖住了 对对对 所以可能是无形当中吃到了这个菜 但是并没有像中国那种炒菜 清炒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 味道是比较浓的 再想离走就是卖水产品的地方 还没到柜台前 浓浓的海鲜味就扑面而来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这个 卖海鲜的这个货柜了 这边好多的这个鱼啊 这是什么鱼 这条是最大的一条 是个石斑 这石斑呀 有这么大的石斑 这个得多少斤呀 17公斤 17公斤 那也就是30多斤 听探主说 像这么大的石斑鱼不是每天都有 每公斤售价500塔卡 约合人民币40多元 而旁边的石鱼属于江海 回游性鱼类 被称为孟加拉国的国鱼 因为肉质细腻 口味鲜美 价格要贵得多 每公斤1300塔卡 约合人民币100多元 旁边的大鲜鱼价格更高 每公斤要价1900塔卡 您问问他 这每天大概能卖掉多少这个鱼啊 五万到十万 哪种鱼卖得比较好 大的鲜鱼 还有这个合理的石鱼 有季节的 这种可以吗 这种不是那个常有 明白了 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得到 听探主说 这些鱼都是从当地渔民手里收购 当天现收现买 保证新鲜 继续往市场里走 我们来到一家卖虾的摊位 这个虾好大呀这个肉 这是本地虾 这一只虾估计怎么着 也得有个二两 一百克二两 一百克二两 您问问他 把这个虾头切掉有什么用啊 它虾头哪儿去 我把它扔掉 就是头就扔了 就扔掉了 就不要了是吧 这些都是出口的 这些要出口的 这个怎么卖啊 会不会贵一些 这个是一千九百到一千打开一公斤 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早 市场里顾客还不是很多 您好 您好 您能打扰一下吗 你好 刚刚我看到您一直在挑选这些大的虾 而且那边那些也都是您买的 怎么要买这么多海鲜呀 这是要准备几个人的这个饭量 15到20个人还挺多的 这种大虾买回去一般都怎么做呀 它就用咖喱做 用咖喱做 听穆罕默德阿尤布说 他自己开里加公司 常年和中国有生意往来 他跟中国做生意 是做什么生意 他做是那个 I've been many times in China 上海 吃印刷 网州 上海 廣州 都去过 从1994年一直去中国 1994年就到过中国了 对对 中国的海鲜和孟加拉国的海鲜 那个做法上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很大的区别 文化区别 那在中国吃海鲜您吃得惯吗 很喜欢 很喜欢 穆罕默德阿尤布说 虽然两国文化不同 但是在长期接触中国的过程中 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 希望将来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也能像中国一样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离开阿波罗市场 我们到市区街道上看看 因为向导毛大海和朋友有约 我们请到在当地开服装厂的张文生给我们当翻译 吉大港的孟文名字 亦为小村庄 虽然如今它已是孟加拉国的第二大城市 但实在这里还是不难找到悠闲的感觉 比起首都打卡 这里更适合成为旅行者的目的地 吉大港是孟加拉国旅游业的交通枢流 这里也是南亚最早引入火车 这种现代运输方式的地方之一 在城市广场上 还陈列着孟加拉国的第一个火车头 在街道旁 我们和一些学生聊了起来 20岁的瑞恩家主达卡 现在在吉大港上大学 来到吉大港 感觉吉大港和达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达卡是首席 这是港城市 如果跟吉大港和达卡 摊主正在卖一种 我们从没见过的果子 这是什么 说的这个是他们的孟加拉苹果 这叫什么 酸的 酸的 这都是切好的 能来一个尝尝吗 怎么卖的呀这个 它是一个就五个大堂 这个果子 它有点像那个小柠檬的感觉一样 那也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它切开了之后呢 又感觉有点酸 但是它切开之后 里面像那个瓜的那种感觉 是吧 在这边 因为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 经常会看到车停下来之后 有人拿着 竹签穿着 对竹签插着小柜 对会卖这个东西 因为一直在车上打不开窗户 对没法去品尝这个 今天来到这儿 没想到还碰到了 这种绿色的小果子 在孟加拉果当地被称为阿姆拉 每个售价五塔卡 和人民币四毛钱 记者买了两个品尝 看它切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把它侧着 切成一个花的那个 还连在一起 对 切好了 把那个切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调料 盐跟辣椒 盐跟辣椒 可以蘸一点 好 谢谢 你也那个 这个果子 先给大家看它切了 这刀工实在是太棒了 全部都切开了 但是还都连在一块 一块一块的 很方便 这里面好像还有 这个籽是连着的 它里面还有这个籽 然后给加了调料 调料是什么 是盐巴 和辣椒 盐巴和辣椒 配水果 对 它是提 尝尝 这感觉有点酸的 你懂吗 哇 酸的吗 你要穿点盐好一点 我蘸过盐了 又酸 又咸 又辣 这果子又硬 完全是那种粗纤维的 我觉得应该是 吃那种小香瓜 小甜瓜 一口咬下去 应该是很多水的那种 它是比较结实的果肉 记者吃不惯的果子 当地人却很喜欢 为什么这个水果 要配着盐跟辣椒一起吃 味道比较美一点 好吃一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他们当地的口感 就是那样子 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 这个口味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那个酸柚子也是 他们也是撒盐 柚子也会撒盐去吃 对对对对 那平常您在这个地方 会这么去吃吗 我都会 我也吃过 见到我们在拍摄节目 水果摊旁很快就聚马了当地人 摊上出售的红柚柚子 每个30打卡 因为听起盐肉 记住掏钱买了些水果 送给同行的警察一起分享 给他们吃这个 看看他 我吃这个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我喜欢 为什么你喜欢 你喜欢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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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们喜欢吃这个吗 为什么爱吃这个 酸 酸 爱吃那个酸味 就是平时都会加辣椒跟盐一起吃吗 加盐 加辣椒粉以后 吃起来就是更好吃 更甜的那种 在家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回去试一试 你买一个柚子或买一点其他的水果回来 从家里面拿一点盐 拿一点辣椒拌到一起 你可以尝尝水果加了这两种调料是什么味道 对对 有很多不同 在吉大港民族博物馆 了解古老的孟加拉历史 这些木雕主要雕刻的是什么内容啊 这是巴基斯坦有一个地名叫加菲利斯坦 加菲利斯坦的意思就是无信教的那些人 一位漂泊海外五十多年的华人 有怎样惊心大惑的人生往事 他一个晚我来了 你两晚都是满包的 我们三十多个人 我们有没有夫妻 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打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第九十六集 《孟加拉国海边的故事》 正在播出 从吉岛回来 记者重新与向导毛大海会合 他带我们来到吉大港的民族博物馆 孟加拉国有二十多个民族 其中主体民族是孟加拉族 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在孟加拉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信仰伊斯兰教 在这儿能看到哪些内容的展示呢 这是孟加拉的不同民族历史文化 都能欣赏 都能看到 博物馆有四个展厅 展出了孟加拉国各民族的历史文物 博物馆的研究员桑加 库姆 罗伊 为我们讲解 在一个掌柜中 描绘的是一个信德族家庭的生活场景 这个穆斯林人他就躺的时候 他的头在西方向 他的脚在东方向 南方向 北方向都可以 可是脚不能在西方向 因为西方向卖家 这是一个宝贝小固点在亚栏上 在这边我看到这位女士拿的扇子 和中国的扇子有所区别 中国的扇子一般是在中间有一个杆 这样去扇 它这个是怎么扇的 它就是这样装的 转着扇的 我觉得转着扇有一点好处是什么 你不仅能给自己扇到疯 坐这一圈的人都能扇到疯 是吧 信德族主要居住在目前的巴基斯坦 在1947年英国结束在印度的知名统治前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国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 1947年印巴分支 当时孟加拉国这片土地称为东巴基斯坦 1972年孟加拉国独立建国 那些主体生活在巴基斯坦的民族有些离开了这里 有些留了下来 目前主要居住在孟加拉国北部地区 大约有100万到150万人 巴基斯坦族在孟加拉国的生活会受到 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独立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吗 独立以后 突破一些小事 可是没有突破大事情 他们都有按照不同的方式 跟他们的亲戚在巴基斯坦 跟他们联系 现在他们的巴基斯坦族在孟加拉 现在生活很方便 因为他们做事 那巴基斯坦族会和孟加拉族 有很多的往来吗 非常好 肯定如果生给肯定有关系 没有关系肯定无法做事 展厅内一排表情 奇特的木雕引起记者的注意 这些木雕主要雕刻的是什么内容 这是巴基斯坦有一个地名叫 加菲利斯坦 加菲利斯坦的意思就是不信教 不信阿拉 不信这个老天爷的那些人 艺术家他是想的是个不信教的人 应该是这样的 听博物馆研究员说 这些木雕雕刻的年代 大致在十二十三世纪 在木雕创作者的眼中 不信教的人模样都很丑陋 那像这样的一种雕刻 是某一位艺术家的雕刻 还是在那个十二十三世纪 那个时期都会做这样的一些雕刻 那是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 从阿拉伯国家 有些人到这个印度地区来 南亚地区来 然后呢 他们就介绍伊斯兰教 很多人就信伊斯兰教 信伊斯兰教里边 穆斯林人里边 不是那个伊斯兰教以外的人 伊斯兰教里边的有些还不信 不信阿拉 不信向上帝呀 老天呀 他们就看他们咖啡 他们就做了这种雕塑 就是那些新教的艺术家 他们感觉他们应该是这样做 那时候 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当地一所学校的孩子们 正好来博物馆参观 你是第几次到博物馆来 第二次了 今天在这都看了哪些内容 最喜欢的是博物馆里面 哪一部分内容的展示 八岁的萨米亚·菲罗兹上二年级 他告诉我们 虽然是第二次来博物馆 但还是觉得很新鲜 因为这里的展示内容 在平常生活中看不到 听大队老师罗科亚·巴努说 这次来的孩子 都是因为考试成绩优秀 因此得到了来博物馆参观的机会 八岁的小男孩拉男 主动在摄像机前 做起了自我介绍 拉男上三年级 是第一次来博物馆 第一次来博物馆 你最喜欢博物馆里面的什么内容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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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品 哦 装饰品 为什么喜欢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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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装饰品 我喜欢装饰品 很漂亮 那平时你们会穿民族服装吗 那你穿的民族服装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类似的 我喜欢装饰品 都不一样 学校老师说 带孩子们来博物馆 是希望他们边玩边学习 从中了解孟加拉国的 民族历史文化 今天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学习到了什么呀 今天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要学习到这些地方 我们要学习到这些地方 看到了不同的民族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服装 他们的生命方式 还有你呢 马尔玛 有一个小儿小出民族叫马尔玛 马尔玛这个民族印象最深 对这个民族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们的生活 生活 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生活 他们的工作 结束在博物馆的参观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约定的行程 去拜访一位在吉大港 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老婆 现在天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 但是我们设计组还没有收工 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拜访一位 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 他是最早来到吉大港的华人之一 而且呢 他在孟加拉已经生活了 有五十多年的时间 那么他在这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去拜访他 老人居住的地方 在一条僻静的小街 因为道路不熟 我们一路打听找到这里时 比约顿的时间晚了一些 走上二楼 记者见到了81岁的老人龚航 龚老婆是吧 您好 您好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嘉兰公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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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现在都跟谁在一起生活 我现在家里面四口人 四口人 我的太太在印度去了 在印度 她印度因为没看病 哦 我的海关区 她在中国学了一国大学病人 嗯 一国大学病人不好 回到蒙家了四十一年 又在新加坡 新加坡又多了五年 她在医学博士 医学博士学位 啊 我看这墙上还挂了照片 是您的 这是女儿吗 四个女儿 两个男 龚老婆的六个孩子 老大到老四是女孩 学医的二女儿现在在新加坡 三女儿在英国 大女儿和四女儿留在极大岗 老人目前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 龚老婆是四川眉山人 她为何会来到极大岗 这其中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1953年 还不满19岁的她 致愿原葬工作 不曾想命运在1959年 突然发生转折 1959年西藏大宝了 我们在边框县工作 山南地区 山南地区 但是村了 村了就应该运动边点 我们在那个地方工作 她一个晚上来了 一两晚都是把我们包围 我们三十多个人 我们又没有武器 又什么都没有 怎么那个打 没办法打 就把我们抓了转狗 最后失败过后 帮我们压着印度 1959年 西藏分裂势力叛乱 龚老婆等人被当作人质 压到印度 最后三十多人中 只有七人活了下来 为了生存几经周折 1964年 龚老婆来到极大岗 就在局目无亲 生活艰难之时 他想起了一位名叫 王永久的中国人 就在家里给他失败 王永久他是原人民的 三人结束过后 没办法在家里给他 当这个监管小学的教授 那是师范大学人 王永久 他就找到这边来了 我就过来找他 之前您二位就认识 之前不认识 听着名字 想说他的名字嘛 1942年 王永久加入中国远征军 当时在印度兰姆加接受训练 抗战胜利后 他留在印度 之后辗转来到极大岗 先后做过皮革厂 中餐馆等生意 等到龚老婆到极大岗时 王永久的生意已发展得不错 先到同胞落难 他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接纳龚老婆到自己的餐馆工作 王永久帮我很大的忙 那位王老婆当年帮了您很大的忙 怎么叫帮了您很大的忙 工作是第一个大问题 工作 第一个 你的心情帮这个孩子 我就是不在铺铁店 我生天没钱 白天他们都在 我的老婆 赚你的钱 会是他们的消费 我的朋友 老朋友就帮我的生活费 那那个时候 您和那位王老婆也不认识 您就来找他 在海外的华侨 有一个好处 是我们中国人的团结 到极大岗之前 龚老婆在印度已结婚成家 妻子是华侨的女儿 后来又陆续有了多个孩子 而王永久一直都没有结婚 慢慢的 他把这些小孩 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这张照片是王老婆和谁 这两位面前 这张照片 我和弟弟 你和你弟弟 跟王老婆的合影 感觉你变化还挺大的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还有印象吗 你参观一个小房间 小房间 他们来读书 读书 所以还一个房间给他们 还能好好读书 好好学习 假设你为他帮助的话 很困难 多年的相处 两位漂泊异乡的人 最终成为墨逆之交 1997年 78岁的王永久去世 他将经营了三十多年 打拼益胜的餐馆 交由公老婆的儿子继承 王老婆去世 王老婆去世了以后 他把餐馆直接就给了您的儿子 让您的儿子去经营 如果人是即生他的 跟着他有个姓 他说王 您姓王 您姓王 是跟了王老婆姓 公 不是他即生他一样 纪念他 帮了我们生不长的妈 那您的其他孩子呢 都是跟您姓吗 好几个孩子跟着他姓 好几个孩子跟着王老婆姓 是老三 老三姓 老三跟着我姓 您现在这么多子女 只有老三是跟着您姓公 其他的孩子都是姓王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为什么 中国人有感情的 帮助我这么大的妈 我没什么提醒他 孩子们提醒他 靠着这间餐馆 龚老婆把几个孩子拉扯长大 并想办法让他们完成了大学学业 如今孩子们都已自立 但老人还要以装心缘未了 当年在印度江湖的自由时 龚老婆去找过中国大使馆 希望能够回国 但在那个特殊时期 可能性很小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 老人想要回四川老家的想法 一直没有放弃 我两天要让我回过中国 2011年的时候回过中国 我回到老家这一天 中国的变的话 所有的公路 都是高速公路 每个城每个城都有公路 不是国家是个亲密 都看了我 不是海外的华侨一展望 国家不强 海外的华侨一展望 国家不强 海外的华侨一展望 真的呢 看了这东西呢 我就跟国家家的人谈起 那你回一回来 老家 你这么要时间 按照中国的有关法规 作为孟加拉吉华人 公老婆需要多次往返中盟两国 在中国境内居住达到一定期限 才有机会回中国定居 而81岁的她 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哮喘 身体状况已经很难适应周车老顿 五十多年海外岁月 公老婆相应不改 在我们结束采访将要离开时 老人说 如果返乡的心缘未了 他希望在自己走后 儿女可以把他的骨灰 带回四川老家 来到港口 走访停靠极大港的中国远洋轮 采访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 展望中盟合作前景 一带一路的倡议呢 应对孟加拉的这种 极度设施的改善 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一带一路 一个很重的方面 就是物量不同 在结束极大港的拍摄前 设置组来到港口码头 据史书记载 中国明朝正和的船队 沿海上丝绸之路 至少两次来到过极大港 如今极大港承担了 孟加拉国90%以上的 进出口货物运输 其中也包括很多 来自中国的轮船 我们登上的这艘远洋货轮 从中国天津出发 经过14天的航行 来到极大港 船上运载的货物 是一家中国公司 在孟加拉国建设 火电厂所需的各种设备 共计4000多吨 会有比您这个更大的船 来到这里吗 也有 前面也有来过两艘 我们公司的大吊船 中华富强那样 来过两艘 他们拉得更多一点 因为那个吊 他们大一点 有一些重大的设备 他们会拉 我们会跟进一些 这些比较小一点 重量比较轻一点的 就整个它是一个船队过来的 它工程量比较大 50岁的肖爱杰是河北人 当船长11年 他告诉我们 最近这些年 从远洋运输的发展 就能看出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步子 越来越大 孟加拉上马来西亚 辐射到斯里兰卡 进了波斯湾 东非 整个都有的一条航行 都在跑 一带一路的货 现在很多 都是基础建设 能源建设的货 所以我们带来很大的货源 临近午餐时间 船长 郑伟 邀请我们和中原代表处人员 一起在船上午餐 我觉得这在船上吃的 这个饭菜还是挺丰盛的 看我们今天中午 有这个海虾 这肯定是新鲜的 四季豆 这是烤鸭 这是 酿冬菇 冬菇 还有炒的这个青菜 五个菜 还有一个汤 那像平时船员在船上吃的饭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吗 差不多 我们平常 我们中航的船 基本上船上都是推行 自助餐这件事 平时我们也就是 每天是四菜一堂 听船长和政委说 这艘船属于特种运输船 为中国企业向海外运输过 很多大型设备和装备 船队的足迹和载货的变化 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缩影 随着孟加拉果经济的不断发展 集大港目前的硬件设施 已不能满足货物吞吐量的增长 目前在河口位置正在建设新的港区 而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还会建起一个中国经济园区 吸纳化工 制药 电子电器及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入园 并将为当地提供十万个就业岗位 这是孟加拉果在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 完成七大港的拍摄 我们在孟加拉果的行程也即将结束 在回国前 我们回到达卡 采访了中国驻孟加拉果大使马明强 马大使说 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 孟加拉果的发展 现在还面临一些困难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孟两国在各领域 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特别是交通领域 这已经成为孟加拉发展的一个平均 对孟加拉影响是很大的 我想一带一路的倡议 应该对孟加拉的这种 其中设施的改善 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一带一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互联互通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企业 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从两国建交以来 我们在帮孟加拉修建了七座桥梁 被称为中孟有一大桥 这是用中国的原款做的 那么第八座桥 现在正在兴建 第九桥第四桥的备忘录 已经签署了 所以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 做了很多的工作 现在孟加拉最大的桥 叫帕特马大桥 也是中国公司在修建的 这个桥是六公里多长 被称为孟加拉的希望之桥 千年梦想 这个桥据说是能够为孟加拉的GDP 能增长1.5个百分点 这个贡献会是巨大的 它和孟加拉的西南部的几十个区 能和大卡联系起来 所以对今后孟加拉西南部的发展 将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孟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 孟加拉国前任驻华大使孟时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当我们建设我们的道路 我们可以使用中国共产 我们已经使用中国共产 在那里 很多的道路都被建设成为中国 不仅在中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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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走到中央市 在关系其他国家和大卡联系 中国是一位最重要的国家 最重要的国家 在这些各种支援 及帮助在建设计的 产生基础 所以中国在这区域 有很多领域 产生基础 2016年10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孟加拉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 开启了中盟传统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在中盟两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 孟方赞赏一带一路倡议 认为这一倡议 将为孟方实现2021年 建成中等收入国家 和2041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 带来重要机遇 双方同意 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充分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两国可持续发展 和共同繁荣 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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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州的 充分寓 JR 2023年 420年 都打算 1 3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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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